你快以為兇手 我们最后的关系就是朋友 他喜欢过我 华丹初上从一起命杀案 揭开日式酒店小姐的 情爱纠葛 第二季播出后 全台掀起追剧潮 稳坐台湾排行榜第一名 就连台大政治系教授王叶丽 也跟风 结果发现台词穿越时空了 尸体好像是被土石油埋进土里的 我算了 通通挖隔剪快挖了 时空背景设定在1988年的 华丹初上 其实土石流这三个字 在1990年欧菲利台风后 由日本专家引进台湾 王叶丽解释 直到1996年的贺博台风 重创新中恒 土石流才真正的被广为人知 另外还有这句台词 也不太可能出现在1988年 泰国知名料理打抛猪 王叶丽认为 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才盛行 一下子揪出两大错误 教授自嘲不适合追剧 反而让观众长知识 但其实早就有网友抓包 发现徐若萱率领小姐们合拍的剧照 桌子旁边竟然出现了宝特瓶饮料 对于这些出包制作单位还没做出回应 爸 林心如在剧中的儿子刘静 戴着圆框眼镜 一对浓密眉毛 还有又大又圆的双眼 网友越看越觉得眼熟 发现和指挥中心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依军 有几分相似 还有人开玩笑 做出吴子维成章史 1982年是童心朱又成 1988年变成刘静 来到2021年就是罗依军 刘静透露他有看过这些照片 觉得网友非常有创意 距离的子维是个暖男 说不定尤天能跟国民女婿相见欢